官媒体报道,7月20日,任达华出席某活动时,突遭一男子上台袭击捅伤。 现场目击者称,嫌疑男子上台时走得很淡定,像领导走上去一样,慢忧慢忧的。 握手后突然掏刀,这名男子看上去大概30、40多岁,一身肌肉动作很快。 接着,任达华被立刻送往医院,涉事男子已被警方控制。 稍晚,警方通报称,刺伤任达华的嫌犯有精神障碍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